你真想追李建天 你终于能够直面自己内心 龌龊的欲望 你才龌龊呢 我是方便 我是方便照顾他 你别害羞啊 我之前还一直丢着你发欲吃饭 原来你真喜欢他 你们俩不是一块长大吗 我们俩九年为生 我九年 这是我总之 我总之让我自己是对他 那种想法 也是 毕竟这距离产生没 你说当时我见他的时候 还是个小丢丢的 转眼长那么大 你的定位还真紧确啊 到啥门 滚 我请你吃饭是让你嘲笑我了吗 我这怎么能是嘲笑呢 哥们是真心地替你高兴 你怕怎么出来这 吴家勇儿 初长长 老父亲这些 你照谁是不是 我是你爸爸 你打算怎么能坠他啊 我要是想清楚了 还用请你吃烧烤 怪不得今儿这么阔绰 请我吃这么高档的路边呢 原来有求于我呀 服务员 一达生蚝 俩达腰吧 好的 您稍等一下 不用省点 还说什么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就是觉得吧 要是我跟李贤贤结婚了 我们不就能 在一个胡可本上 你说我跟李贤贤 有这个感情基础 是不是应该会顺利点啊 可是我怎么觉得 你俩这个感情基础 反而是障碍呢 万一他只把你当哥哥看不办 那你觉得我 我喜欢李贤贤这种想法 变态吗 我 干嘛 你 他还没想 这还是你 怎么一谈到感情 这么纯情啊 闭嘴你 干嘛 我觉得吧 你至少得让他觉得 你是一个正常的男性 我哪儿不是正常男人了 我说的是性别意识 你得展现你作为男性的魅力 而不只是一个 会做饭 买包的哥哥 况且 这个爱情的产生啊 它是需要一点神秘感的 你看你俩这么熟 我觉得啊 你得主动打破这个氛围 让李贤贤他自己觉得 你跟他的感情 还有别的可能性 主动打破 怎么个主动 我想吃块肉 你自己没张手啊 我想吃肉 好 来来来 全给你 只能吃个口感感 吃个口感 你啊 得做点出格的行 比如 滚 出的什么搜猪员 赶紧身旺给我滚 那我可以吃吧 你 复兴 了